在今天下午的交叉询问中 辩方律师对嫌犯女友TB所用时间最长 TB帮助FBI秘密监控了他和克里森森之间 9段录音 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2017年6月29号 他和克里森森参加纪念张颖活动上的一段录音 辩方律师首先问TB 你知道他是否在2017年6月29号纪念张颖活动中 是否已经喝醉了 TB的回答是他已经喝醉了 并表示克里森森有酗酒问题 之后辩方再次追问 你是否是有目的的让他喝醉 TB的回答是不是 在当天晚上活动正式开始之前 是嫌犯克里森森先到的活动场地 当TB到了之后 他们之间有一个短暂的对话 克里森森向TB表示 他们来这都是因为我 当TB听到这句话之后 他觉得他应该把监控录音打开 他来之前没有打开监控录音 是为了节省电池 当他听到这句话之后 他向克里森森表示 他要去厕所 之后他在厕所把监控录音打开 当他出来之后 他向克里森森表示 现在这种情况都是因为你 克里森森回答是的 在徒步的过程当中 克里森森还向TB表示 这里有执法人员 他们在跟踪我 当TB问克里森森 徒步结束之后的音乐会 我们是否要去 克里森森的回答是 我们去 因为那个也是因为我 在徒步过程当中 克里森森还在TB的手中写下 数字13 暗示着张印是他第13位受害者 克里森森还向TB表示 你是第一个知道这些事情的人 我就想看看有多少人因为我而来 TB在walking之后的音乐会上 去趟卫生间 在卫生间内 他向FBI探员发送两封邮件 但是发完邮件之后 他选择了三除 当他回来之后 克里森森翻开了他的手机 查看了他的text message和他的邮箱 克里森森告诉TB 张颖颖是他第13位受害者之后 TB问克里森森 你之前都是让他们消失了吗 克里森森表示 那是必须的 并表示张颖颖是他所有受害者当中 反应最顽强的 FBI介绍 TB共有两个监听设备 一个是咖啡杯 一个是大约变贴纸大小的小设备 TB更倾向于使用小的设备 因为它更方便隐藏 通常他是把它放到内衣里面 2017年6月16号 是TB第一次对克里森森进行秘密录音 之后在交叉询问中 辩方还向TB证实 是TB在约会网站上 首先看到了克里斯腾森的资料被他所吸引 然后首先联系了克里斯腾森 然后把BDSM也就是捆绑控制 施虐和受虐的一种关系 介绍给了克里森森 在辩方的交叉询问中 辩方律师向TB表示 你自己也有问题对吗 TB的回答是 是的 辩方律师在追问 你再用药 TB的回答是 是 今天检方给我三位真人出庭作证 一位是嫌犯女友TB 另外两位都是来自FBI探员 在最后一位FBI探员作证时 辩方律师提出交叉询问 他指出 虽然嫌犯看过美国精神病 在网站上搜索过有关连环杀手的文章 但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去查这些信息 TB表示克里森森在描述 他如何杀害张颖的过程当中 他是面带微笑 语速加快 声音变大 语气中充满着兴奋感 明早八点半 张颖案将继续开庭审理 预计辩方将有两到三位证人出庭